近几年一些廉价航空开始提供长途航班 有从新加坡直飞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班机 也有从仗义机场起航直达希腊雅典的航班 往后人们还可能乘搭廉价航空飞往美国夏威夷 这似乎成了一种新趋势 不过不是每个长途路线都有市场 Jet Star has been in the long haul space since actually quite a while now I don't remember the exact date but it's been quite a while now 库航在回复前线的询问时指出 库航刚起步时只能以小型飞机提供短程班机 因为航空业科技的发达让他们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背中长途航班 以往乘客不能在飞机上使用无线网络 但如今因为科技的进步而能够在空中使用 护航和一些廉价航空也有所谓的商务舱 让人们享有更完善的设备 如更多的座椅空间 廉价航空来势汹汹 也给一些全面航空带来竞争压力 全面航空和廉价航空 人们怎么选 如果你觉得你要有那种预算的 你就要选经济的 好像JESSA SCOOP这些 我们多数会喜欢新航 是新加坡人 都是相信新航就对了 如果你所说廉价航空也没所谓 因为其实是你只需要上飞机到那个目的地 而不是说要那个service到那个目的地 Maxim Lim说 他会选择全面航空 因为带着孩子 全面航空所提供的服务和设备 会比廉价航空来得周全 Jocelyn Lee说 全面航空有提供餐饮和娱乐 做长途的时候不会闷 而且还有托运行李 其实新航在上个季度就蒙受了 1亿3830万元的季度亏损 这是集团5年来的首个赤字 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 来自营运盈利下跌 和新航货运公司竞争相关事宜等等 香港国泰航空8年来也首次出现赤字 并且将裁退大约600名员工 以开源截流 国泰航空指出 游客出国旅游时希望能够物有所值 对一些人来说 价钱是一种考量 其他的则是要确保旅程舒适 分析师认为 全面航空所面对的挑战 不单只是来自廉价航空 这主要就是因为中东跟中国航空的那个竞争 因为亚洲属于全球增长最快的那个航空市场 所以当然这些航空公司他们会想去为了增加他们那个市场上有率 就增加他们的那个客运力 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最近他们也有就是说一些限制 他们在对某些中东的那些航空他们禁止带那个手提电脑 那由于这些航空公司必须减少他们到美国的那个客运力 他们就把这些客运力转移到亚洲 就导致那个亚洲的竞争就比较激烈 新航回复前线询问时说 集团所面对的问题包括全球经济不稳定 油价和供过于求所带来的激烈竞争等 旗下的廉价航空其实能够满足不同市场乘客的需求 集团将继续通过全面航班和廉价航班 为不同市场提供对应的需求 以达到一定的灵活性 分析师指出新航把反应不佳的雅典航班 转移给旗下的库航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所谓欲放相争 渔翁得利 分析师说航空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 也让消费者在近几年来享有更便宜的机票 价格也比四年前少了25% 曾昭施今年27岁 他一年会出国两三次 两年前他通过网络平台购买飞往韩国的飞机票 当时全面航空的价格比廉价航空来得便宜 差距可能整百块新品 而且时间也比较适合我的旅游时间 就同一个时候上网很像在Xpedia 你看不同班机的时候 很多时候连驾航空的班机 不是在第一第二第三选项里的 反而全面航空会是在头三到五个选项里 赵氏说有时候上网络平台订购飞机票 还可享有更多的行李重量 在冬天出国时就不用担心行李超重 咒促方面一些网站也会提供优惠 例如回扣来吸引人们订购酒店 我很常都会用特派地订购买 instead of直接上酒店的网站 可是上哪一个网站 通常是可能看一下信用卡的回扣 或者Shop Bank拿回来的那些回扣之类等等 才决定上哪一个网站定 通常如果是订酒店的话 可以拿高达10到12% 机票就差大概是1到2% 几个月前一个朋友介绍了 你怎么不用hotels.com 你住了10个晚上 不管在全球什么地方 他会拿你的average spending 回扣给你一个free night这样的 短期出租网络平台 如Airbnb的存在 也吸引了招师放弃酒店住宿 选择民宅体验 就比如说两年多前去韩国 我就看到这间屋子真的很漂亮 可能是它的装潢就觉得很吸引人 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就比如说在韩国 它们是有很多那种duplex的那种Airbnb 就是两层楼式的 就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网络平台让国人可以货比三家 不过这对一些旅行社来说是一大冲击 前往亚洲国家的销售额减少了大约六成 因为自从网络订购服务普及以来 那客户能够方便上网选择 优惠价格的机票与住宿 那前往近距离的地区去旅游 比如说香港 泰国 台湾等人气高的地区 那因此呢 这个网络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呢 对我们传统旅游公司的销售呢 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为了留住顾客 旅行社也派专人到府上安排行程